在新疆這個沙漠 除了可以開車、踩陷阱、路縮和講電話之外 還有什麼活動可以參加呢? 這裡為什麼會有一個木塔? 通常有一個塔,下面一定有寶藏 試一下 什麼東西? 三角點,國家策繪總局 這是一個國家策繪總局留下的坐標點 香港的郊野公園通常會有三角座標 在山頂那裡 真的假的? 真的 羅布泊是一個極度乾燥的地方 周邊的地表一早已經不存在水份 在高溫和風化的自然作用之下 地面上可能有你想不到的寶藏 在山頂那裡 這是玉來的啊 隨地你看都是玉 有 對啊 到處都是啊 你看這塊先 這裡質量不太好 這裡又有一塊 你看 這塊是玉 這塊太黑了 哎呀 抓抓抓抓抓抓 抓抓抓抓抓 再可以放 除了保育之外 原來還有馬佬 收不收到 就要看你有沒有老花 如果收拾到累的話 不妨學來教你們 馬爾代夫 黃金海岸 Miami 怎樣吸引一下 這個羅布泊乾了的湖 這麼舒服呢 说明在沙漠生活 当然是没有一口好吃的 不信你看看 终于到了夜晚了 是不是很浪漫呢 两个完全没有事业线 更加没有爱情线的男人 在这个万千声辉之下 一定是一面作诗 一面谈一些高深的哲学问题 三日两夜的沙漠生活 差不多要说拜拜了 可能你会觉得我们的旅程没什么 但是我就找到一样东西 三日两夜没得洗澡 没得替擦 没得上WiFi 大小异变 要周地解决 好像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觉得一样东西是有的 就是静 我觉得一个人能不能享受静 这一样东西是反映到他的心是不是空虚的 因为一个人的心是空虚 所以他就要很多东西充塞着 不停要做不同的东西 所以今次我在这个沙漠找到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安静 这次的旅行也是一次反省 或者说是对现代科技的重新的一种认识 你看我们现在开来的这些车 其实在平时的生活中让人挺讨厌的 因为它们会污染我们的环境 它们让我们的人变得懒惰 但是在罗布泊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突然发现它是救我命的一个朋友 或者说它是能够让我在一个 没有办法生存的地方 生存得很好的一个好伙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